今天我们的故事将用两碗饭来讲述 当新手厨师做出第一碗蛋肠饭 邀请你试吃并评价 当你目睹老人吃着便宜的白米饭 却对儿女隐瞒自己的困难 我吃得挺好的 有肉有菜 放心吧 你会怎么做呢 现在观察开始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我是就是这家的学徒 然后你们可以尝一下我做的蛋炒饭呗 因为我一直在练习尝一下就行 你别给太多 好好好一点练习就行 这样的时刻你一定很熟悉 初学者生疏笨拙却满含热情 因为最近才刚开始练 就以后想做厨师 我说饭有点点结果的问题 饭有点结块的 有点升得很熟悉 它是蛋老板也吃水 whenever you eat 我平常去别的地方就练炒饭的时候 很容易就有点 嗯 即使你可能 表料放的不是很均匀 你看 有些有些肉上面有酱油 嗯 哦 炒焦的鸡蛋 结块的米饭 新手的笨拙 也许不该呈上餐桌 但真的是这样吗 干饭了 一扫 有吗 哦 我也是外地过来的嘛 然后想 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学 现在已经学了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蛋炒饭还做不好 就很难 我们之前也在深圳待过 深圳 但是也蛮过过年边的 一个人出来找一口的 你要的如果能坚持 就是另外一段时间 你真的不让来 就 没关系 如果能坚持下去 就说你这个梦里要做啥人了 360了 好像是断了 你俩没赶紧死人了 厨师也是我的梦想 最后再继续 不要看现在的 多么厉害 其实很多人都是从第一个过来的 装炒饭的瓷盘空了 却盛满了陌生人的鼓励 虽是朴素的柴米油盐 却真实而又充满力量 您当时吃到他做的这个饭的时候 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说实话 我是觉得 还没有我自己傻到好吃 还没有我自己傻到好吃 那当时我们两个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 就是我比如说我创业失败什么的 都是我老婆在鼓励我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多鼓励一下 才能成长得更快 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 我也不知道真好吃假好吃 反正都吃光了 一个厨师 一个新手厨师 你当着他的面都吃光了 比你跟他说什么都管用 什么叫一扫而空 这可能就是对一个学徒最大的褒奖吧 一是尊重了他的成果 第二是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 我没有因为说你是一个学徒 你请我吃了这顿饭 然后我就说很好吃 非常好吃已经完美了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爱做这种很虚伪的赞美 你已经很好了 不用再努力了 花式吹捧 对 我觉得这种反而是对人的一个打击 你听完之后 你会觉得我没有在进步的方向 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努力了 我怎么做呀 我特别同意小马说这个 我们都说呀 那个逢人夸寿 见货加钱 就是与己无关的事情 我说好话就好了吗 但人家没有 人家与己无关 那我也得说实话 挺好的 小马你出道的时候 你憧憬的这个工作 或者说你遇到了现实的问题 会不会有差异 我之前刚进女团的时候 就觉得进去就有大节目上 就跟星光是个大道一样 然后广州可以铺天盖地 都是我们的广告 然后我妈只要一打开手机 就好 妈 进去 我在女团怎么怎么样 但是实质上呢 就是我们参加各种就路演 可能人家连我们名字都还没有听清楚 我们就已经跳完了 我们就下去了 可能至少坚持了两三年 开始才有起色 我们才能够进卫视录节目 我觉得就是有梦想和憧憬 是不是需要有的 但是并不说一进去 就能够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一定是经过努力 经过沉淀 经过时间 才能够进入到 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状态 第一次都是最差的 第一次对你而言最为重要 所以当你碰到别人的第一次 小心地呵护他的那个小火苗 他会在未来 给予你不一样的感受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